查尔斯国王继位之后 英国王室带来了很多新变化 变幻莫测的局势备受关注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威廉一脉成功上位 已经成为核心王室成员 凯特王妃这回地位飙升 主持皇家圣诞节庆典活动 备受查尔斯国王的器重 于情于礼都很合适 毕竟凯特王妃人气很高 是目前王室最受欢迎的女眷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凯特王妃被指派了一项重要公务 主持威斯敏斯特教堂 举行的圣诞庆典 这项活动以往都是女王负责 现在本该交给查尔斯 没想到现在却对凯特为以重任 圣诞节庆典除了辞旧迎新 更重要的作用是纪念伊丽莎白女王 根据独立电视台爆料 凯特王妃全权负责这项活动 再一次打破传统和见证历史 显然凯特王妃的王室地位飙升 在民间的支持率也很高 远远超过婆婆卡米拉 圣诞节庆典如此重要的活动 国王放心交给凯特主持 期待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加入王室11年的时间 凯特王妃一直兢兢业业 履行自己的王室职责 除了照顾威廉和三个萌娃 凯特还需要连轴转出席公务 如今终于成为王室的顶梁柱 不少王室专家认为凯特王妃 作为妥妥的巴林后 会为英国王室注入很多新鲜血液 这次的圣诞节庆典备受关注 肯定会融入更多现代元素 备受年轻一代的追捧 圣诞节庆典是英国王室最重要的活动 以往由女王亲自主持 如今凯特王妃却脱颖而出 虽然都是查尔斯的儿媳 但是梅根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离开王室后彻底沦为平民 今年的皇家送歌会被修改 精彩分成看点十足 民间也准备了很多庆祝活动 王室专家凯蒂·劳克里夫认为 这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也是凯特王妃人生的转折点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去年的圣诞庆典很热闹 邀请了创作型歌手汤姆沃克和歌手 蒂安娜·刘易斯 如今凯特王妃直接掌权 肯定会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一下 这么多年来 凯特有功劳也有苦劳 能够成功上位一点都不奇怪 根据王室内部人士透露 凯特王妃计划举办更加怀旧的庆典 带头向伊丽莎白女王致敬 96岁的女王与世长辞 一生都致力于服务王室和民众 成为英国的象征 如今凯特终于登上历史舞台 主持圣诞庆典的消息传开之后 粉丝们纷纷表示支持和祝贺 威廉王子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会准备一场特别的歌颂仪式 表达对女王奶奶的思念之情 威尔士亲王夫妇会有很多创意 融入不少现代元素 以此来拉拢英国的年轻一代 显然粉丝快淹没了评论区 表示支持查尔斯的决定 重用凯特才是明智之举 去年凯特王妃一席红衣弹钢琴 跟汤姆沃克一起表演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真不知道凯特还有多少隐藏技能 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凯特毕业于圣安德鲁大学艺术系 精通乐器和绘画 超高的时尚品位备受认可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这次的圣诞节庆典人数众多 包含王室成员粉丝以及社区志愿者 这些都是跟凯特共事过的人 也是王妃的铁杆粉丝 现场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人 一起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唱诗班演唱圣歌 今年也会做出很多改变 英国王室一直以传统守旧著称 如今年轻一代终于登上历史舞台 会为我们带来很多新鲜感 去年凯特举办了小型音乐会 不知道今年还有什么惊喜 年轻一代还是更加有创意 给古老的王室带来活力 查尔斯的眼光真是没错 交给凯特不会有任何差池 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是 哈里和梅根继续拆台 表示不会回到王室参加圣诞庆典 不少网友认为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真把自己当盘菜 没有他们 王室会更加繁荣昌盛 凯特王妃备受瞩目 这段时间既要参加公务 也要抽出时间筹备庆典 威廉一脉还是笑到了最后 哈里和梅根无论如何折腾 在未来也注定被边缘化 2018年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婚礼令人惊叹 但也许是因为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更受欢迎 他们的婚礼让人印象更深刻 2011年4月29日 这对大学情侣在超过1.6亿观众的见证下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婚礼 在这场婚礼的背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威廉王子在婚礼当天 在白金汉宫外时看起来有点状态不佳 那是因为他因为睡眠不足 这让他很紧张 除此之外 威廉凯特的婚礼中还发生了其他有趣的事情 如果说威廉的伴郎 他的弟弟哈里王子走路有点瘸 那是因为他确实是瘸的 凌晨3点就在婚礼开始前8个小时 哈里从哥林酒店的一个阳台上跳下 离开了婚礼前夜的庆祝活动 报道称 他的脚踝严重受伤 但别担心 他仍然能够发表他的伴郎演讲 并赢得掌声和嘲笑威廉王子绰号的笑声 除此之外 康乌尔公爵夫人卡米拉 帕克·鲍尔斯的孙女 年轻的伴娘伊丽莎·洛佩斯 拒绝交出一个粉色毛茸茸的蠱虫状玩具 卡米拉后来说 在大喜之日到来之前 她非常担心 哈里出手相救了 问题是伊丽莎太喜欢这个玩具了 她无法被说服放下它去拍照 真是太可爱了 最令人吃惊的是 凯特结婚时手里拿的花 最后被放置在了坟前 英国王室的官方网站 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1923年 女王的母亲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无名战士墓前放下花束 然后没有带花束的走红毯 嫁给了她的丈夫乔治六世 从那之后 没有任何一位王室新娘 不带着花束 走过红毯 但包括凯特在内的许多人 都在婚礼结束时 将花束留在了坟墓上 女王的母亲之所以会那么做 是因为她的亲哥哥费格斯 也是在战争中去世的 威廉凯特在经历了 九年的恋爱长跑后 于2010年11月宣布订婚 威廉王子在如何向凯特求婚 以及是否先向她的父母 提出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 这对夫妇于2001年 在苏格兰上大学时首次相识 威廉王子和凯特 后来学的是艺术史 但威尔士王子转学了地理 2010年11月 这对情侣宣布了订婚 结束了九年的恋爱关系 威廉王子在和朋友去肯尼亚旅行时 向凯特求婚 送给凯特一枚漂亮的戒指 这枚戒指曾经属于她的母亲 已故的戴安娜王妃 但威廉王子在向凯特求婚时 非常焦虑 因为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是先向凯特的父母争得同意 还是先向她未来的妻子求婚 我左右为难 是先问凯特的爸爸 还是突然意识到 她可能真的会说不 所以我想 如果我先问凯特 她就不会真的拒绝了 所以我反过来做了 威廉王子当时说 然后他提到 在求婚之后 他有机会和未来的公婆聊了聊 威廉王子当时说 事情发生后不久 我设法和迈克尔米德尔顿 凯特的父亲谈了话 真的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凯特说 他的母亲卡罗尔 在听到女儿订婚的消息时 是欣喜若狂 凯特后来说 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尴尬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威廉问了他父亲 但他不知道 他母亲是否知道 真是太有趣了 我设法和迈克尔米德尔顿